土壤乾燥加上火城風勢 B市省政府預計情況將惡化 要求聯邦政府調派軍方協助救火 澳洲也派出50個消防員到加拿大協助撲釋山火 受山火影響當局加緊疏散居民 由上星期的14,000人增加至39,000人 不少林木業工場和礦場都暫停運作 將會令相關產品供應減少、推高價格 歡迎光臨